1,2,3,4 馬拉根Family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叫做Perdana Lake 位於沙巴寨亞 差不多去到Pujat寨亞 大家看看 又是一個非常漂亮的湖景 和之前跟大家介紹過的Termontal Sea 沙巴寨亞有一個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裡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一個大的單車公園 你看到很多人在這裡 是會踩單車 或者是踩電動滑板車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就算你沒有自己的私家車 或是私人的單車 都可以在這裡租到一些 共享單車 或者是共享的電動滑板車 另外旁邊還有一些共享的 不是單車 是Scooter 就可以下載了一個APP 在這裡有下載 然後我們就可以輸入資料 然後我們就可以租借一架Scooter去踩 就可以沿著這個湖邊 這個叫做TRIKE 即是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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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也有教 首先就要下載一個APP 開一個戶口 開一個帳戶 接著就要去找一架Scooter 一些滑板車 掃描一架 掃描二維碼 接著就可以開車了 今天高娃娃在這裡努力嘗試 用這個APP 看看能否做到 在找到 都是第一次我們試用這部TRIKE 今天我們來到的這個公園 是非常多這些共享滑板車 或者是共享單車 你看到都是黃色很容易認 全部都是同一間公司去負責 看到那些車的情況都OK 即是不會說爛了 生了瘦 也不會了 大家可以看到 TRIKE 除了剛才黃色的TRIKE 共享單車或滑板車之外 還有一大堆紫色的BIM 我相信都是電動滑板車 應該是另一間公司營運的 它不停在這裡響吳那些車 不知為何 都很多 高媽媽已經開著電動滑板車 跟兩位小朋友 吹一聲就飛去其他地方 就好像一些網友這樣說 在馬來西亞和香港很不同 在馬來西亞這一類型的 湖濱公園或者海濱公園 真的又多而且是很高質素 真的很好走 很舒服 例如今天我們來到這個Pertana Lake 跟我們上次介紹過的Tamantasik 其實在說話 都只是20分鐘左右的車程 就已經又來到另一個 很大又很美的湖濱公園 真的太棒了 高爸爸在網上做的資料搜集 就發現很多人都在這裡 慢跑 踩單車 是非常舒服的 也有人說 晚上來這裡會更舒服 因為日落 又有人推薦 早上7點來這裡 可以看到日出 看來大家都很喜歡這個地方 甚至有網友形容這裡 是隱世的寶藏 也不是一個 出名到每個人都認識的景點 但當你來過 你就會知道 這裡真的好像一個世外桃園 這條行人步道 其實同時都是 踩單車 走下板車的一條路 側面 可以看到有些地方 大家可以休息 又或者可以在草地休息一下 所以整個配套 是非常之好 不過泊車方面 這裏不是很多泊車的地方 所以一般都可能會滿了 而很多朋友來這裡 都會把他泊在公園的外面路邊 當然風險就要自己評估了 對 弟弟回來了 爸爸這把田圖 剛剛你去了哪裡 你不是繞了一個圈嗎 是呀 我繞到中間 然後我就回來了 老公 好嗎 好玩 有嗎 有沒有很累嗎 不累 但是很餓 好餓 你們差不多 踩了大半個圈 圍著湖 是嗎 是呀 我們去到哪裏 那裏 我也不知道去到哪裏 在那條橋 那裏 遠過那條橋 是 那條橋 再那條橋 其實我是人生第一次踩這個滑板車 我覺得很震 很瘋 很瘋 我的手很累 而且我覺得震到 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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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我真的懷疑震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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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雜了可以的 速度也不錯 因為我們打算圍繞湖踩一圈 但結果是 不成功 我們踩了一半 應該是 不知道要走多遠 也不知道要走多遠才到終點 想不到 原來這個範圍是很大的 是呀 那裏 在網上說這裏圍著 應該是差不多10km 哇 原來是10公里 原來是 這次都是我第一次踩電動滑板車 其實無論是電動還是不電動 都是第一次踩 都OK 我想第一樣就是我會踩單車 而且它的動力和平衡都比較容易掌握 所以我都很快上手了 但就好像剛才高媽媽這樣說 真的好燙 燙到我的眼睛 震一下震一下震一下 一來很累 掰發肉 又可以瘦一點 還有眼睛 現在也有一點浮一下浮一下 我想這個大家踩的時候 慢慢就穩陣的 還有有一點心理準備 就是會這樣 大家可以試一下我來到 我喜歡我們馬賴谷Family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謝謝各位 拜拜 好的 們